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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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一边硬着 一边忙不迭地向我们解释着 别介意啊 到地儿了 得先给我媳妇报个平安 总联系不上会以为我出了什么意外 我们几个被这甜腻腻的语气酸道 都忍不住出声调侃 真行 又不是刚在一块 还这么黏糊呢 可是说实话 调侃归调侃 心里却觉得很受触动 能有一个时时刻刻记得回你消息的人 时时刻刻牵挂着你的人 那种感觉一定很珍贵吧 一个人对你什么回应 就对你什么态度 网上有句话 我回你消息是秒回 你回我消息是轮回 而比轮回更悲伤的是压根儿不回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承认 一个人对你什么回应 就对你什么态度 闺蜜桃子宣布回归单身 问及原因 桃子哭笑 我就赌气地说了一句 别联系了 就真的断了联系 她可真是将冷酷进行到底 桃子自嘲的话游在耳边 我想到的是去年 陪桃子出去找她的事情 那次是半夜 突然没了她的消息 原本以为她只是在加班 但微信不回 电话不接 桃子哪还坐得住 打车去了她的公司 没见着人 又连同地铁站 还有她常常光顾的那些店 全都搜刮了一遍 依然毫无头绪 失魂落魄回了家 却看到她老人家喝得醉醺醺 在客厅看球赛 桃子文文静静一个人 当时见到那一幕 也被气得火冒三丈 抽空回个消息 对你来说就那么费劲吗 她倒好 左右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反倒觉得桃子太过小题大做 临时有应酬 忙起来就忘了回消息 瞎操什么心哪 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能丢了不成 这话听着 别提桃子了 我都快气到发飙 你应酬归应酬 也不能放任那个在等你消息的人 独自新交吧 更何况 所谓忙 有时候真的不过是一句托词而已 想到念书时 喜欢一个男生总在微信上叽叽喳喳 和他分享自己的日常 可常常是大半天过去了 那边才轻飘飘回一句 刚在忙 那时不觉难过 靠着一腔热忱 总能笑脸相迎 时间久了 才懂得不再自逃没趣 作家夏明悠说过一段话 现在读来很有感触 就像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你也无法等到那个 不想搭理你的人 所以 那个不回你消息 让你熬夜等待的男人 可能根本就没打算回复你消息 别再为他难过 别再等他消息了 就此打住吧 我们的关系 不删除 不拉黑 不联系 这个世界多的是不再联系的思念 爱情也好 友情也罢 时过境迁 渐行渐远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是最说不清楚的事情 即使是十多年的感情 往后几十年不联系 也大有可能 只是道理都明白 却总是放不过自己 年前在几个本地同学的群里 突然听人提到小树 他们说 小树嫁了人 老公是做生意的 小树生了队双胞胎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正好凑成了一个好字 小树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房产都不知道有多少套 年年拖家带口 去国外度假 末了有人问我 你跟小树以前不是最铁吗 一时之间竟不知怎么回答 被问得尴尬 也觉得哑口无言 是很铁 但那都是过去式了 假平蛙说 社交圈是春天的花 冬天就消失了 兜兜转转许多年 最终结局不是忘记 就是分开 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那么一个人吧 曾经畅聊到深夜 总有说不完的话 聊不完的天 而今却躺在好友列表里 跟其他人看着 似乎也没什么区别 不删除 不拉黑 时常想起 却不再联系 小树之与我 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起长大的玩伴 恨不得同穿一条裤子 一块儿吃饭 一块儿上课 像连体婴儿似的 整天形影不离 小树那时个子小 又不爱说话 在学校里总被男生欺负 而我咋咋呼呼 每次都是冲在前面 以护犊子般的姿态 换来小树对我的 死心塌地 陪我疯 陪我闹 感冒的时候 陪我去打点滴 知道我怕苦 每次吃完药 都给我塞奶糖 连爸爸 从外地带回来的零食 也偷偷用纸巾包了 给我烧一份到学校 那份纯真的情意 而今想来 再没有第二个人给过 想起小树 以前总喜欢说 我是个重感情的人 一旦认定谁是朋友 就会看得很重 我何尝不是一样 明明曾经无话不谈 明明曾经那么要好 可现在 一起分享的不再是你 一起吐槽的不再是你 你发在朋友圈里的动态 我看不懂 我发在朋友圈里的动态 你没兴趣 圈子不同 话不投机 你有了你该认识的人 我有了我该找寻的方向 形同陌路 似乎变成了一件 无法阻扰的事 从耿耿于怀 到渐渐看淡 老实说 还是会想到从前 但心里知道 已经回不去了 时间打败了我们 让我无法和你在生命的相同阶段 经历相似的悲喜 空间分割了我们 让我在你经历那些悲喜的时候 错失了陪在你身边的机会 也许就像他们说的 有些事只能用来怀念 有些人只能用来想念 不删微信 但也不再联系 没有拉黑 但也没了关系 甚至在微信朋友圈里 都没有了点赞的勇气 不是不关心 而是不知道 以何种身份去关心 不是不在意 而是不知道 以什么理由去叨扰 我们之间 退一步舍不得 进一步没资格 曾经以为不止这样 但是又只能这样 说到底 是当谁都不再主动 这辈子 就真的慢慢没了交集 别试探人心 别验证感情 我爸常常告诫我 人活一世 看淡人来人往 接纳人情冷暖 这样子会好过许多 2012年 那时家里出了点事 我爸急得焦头烂额 当时我问他 为什么不找李叔帮忙 你们关系那么亲厚 我爸却一个劲地摆手 他在外地打拼 养家糊口也不容易 帮了 我心里有愧 不帮 我心里有愿 自己难点无所谓 咬咬牙也就熬过去了 我以为一直觉得 朋友间仗义相助 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次之后 突然醍醐灌顶般地意识到 大人都习惯分享快乐 痛苦却选择独自下咽 不是喜欢一个人承受所有 而是年纪越大越明白 人和人相处 根本没什么理所应当 只怪自己太想当然 其实再深的感情 也会有所顾忌 再好的关系 也经不起试探 有些事看破就好 不必点破 有些话听听就好 不必当真 电影《霸王别姬》里 有一幕我印象深刻 当成蝶衣 知道小楼要取局先时 抓着对方的衣领 泪流满面地追问 不是说好 要唱一辈子的戏吗 可一辈子谈何容易 对小楼来说 唱戏从来只是谋生 有妻有子 不一粗食 才是她要追求的寻常人生 所以她在乱世中 可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告发蝶衣 而蝶衣却因为小楼的 所作所为 自暴自弃 自我放逐 最后自吻离世 想到他们说 这时间总是两种人 最容易受伤 一种是太念旧的人 一种是重感情的人 太念旧的人 走不出过往的伤害 重感情的人 失望于恋人 没能兑现诺言 失望于 一真心相患的朋友 转身就可以把自己出卖 可生命来来往往 人性复杂 你有没有想过 正是我们的念念不忘 和耿耿于怀 才给了对方 一次次伤害我们的权利 说到底 人因不息而散 心因不真而良 你真我更真 你假我转身 人跟人之间哪 随缘别攀缘 能凑就凑一块 不能凑也别再勉强 别辜负相遇 别看清自己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有些人闯进你的生命里 并不代表地久天长 别再执迷不悟 别把事实追问 有幸走一场 那就真心交付 不得已分开 也祝各自安好 人与人相处 最舒服的状态 莫过于这般 你若还在 我便奉陪到底 你若要走 我亦绝不强留 毕竟人生海海 岁月匆匆 错过是人间常态 多的是有缘无分 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 不辜负相遇 也别看清自己 成年人的世界 总得学会一个人走 然后一个人经历所有 做好自己 亲疏随缘 就像图幽幽所言 别去追一匹马 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待到春暖花开时 就会有一匹骏马 任你挑选 往后余生 不执着 不强求 要豁达 要通透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